一旦为您报道的新闻是针对两岁到六岁幼童的幼儿教育及照顾法 今天在立法院通过出审 明定幼儿园未来一定要有护理人员 师生的比例也有一定的限制 另外对幼儿交通车的规格也都有更严格的规范 幼托整合喊了十多年 今天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立法院教育未还联席会 今天出审幼儿教育及照顾法草案 除了师资认定与园长资格的条文保留到院会前协商 其他条文都通过 幼兆法明确指出 以后幼儿园得设置护理人员 尤其是201人以上的援所 更要有一位专任的护理师 流行病很突发 然后也很各种奇怪的流行病变 那每一个小孩都是宝贝 所以儿童的健康安全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降低为200 幼童的健康要保护学习的品质也得顾 现在托儿所师生比为1比15 幼稚园1比30都没有上线 但未来幼儿园2到3岁小班 师生比1比8一般最多16人 3到6岁中大班 师生比1比15一般最多30人 此外以后幼儿园接送幼童的交通车 也会有更严格的规范 幼童专用车辆的规格标准 颜色载运的人数 要符合法令的规定 还要经过监理机关检验合格 那么驾驶人要具有职业驾驶的症状 另外配置的随车服务人员的资格 要年满20岁以上的随车人员 来随车照顾 幼教学者肯定幼兆法终于出审通过 不过也认为草案中没有处理到部分 像是幼儿园转型 甚至是业者一补习班 招收2到6岁幼儿的违法状况 而幼兆法之后 更期待赶快解决2岁之前脱婴 与6到12岁课后照顾的问题 杰晓卫沈志明台北报道 国民健康局今天公布了 最新的癌症登记报告 显示在民国97年 全国有将近8万人罹患癌症 平均每6分半钟就有一个人被诊断出来 而如果用病患的人数来计算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大肠癌 肝癌还有肺癌 另外女性罹患最多的还是乳癌 国内民众罹患癌症人数又有增加的趋势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公布最新调查报告 97年全国一共有79,818人罹患癌症 比96年多了4,049人 癌症增加最多的前三名分别是 子宫体癌 乳癌以及社护腺癌 国建局分析 这可能跟肥胖以及饮食心话有关 肥胖的人本身 它的饮食上面是热量 脂肪 还有红肉方面会比较多 而且往往也是缺乏运动 所以因为这样的饮食习惯 会造成癌症风险增加 如果以罹患癌症人数来计算 97年前五名癌症分别为 大肠癌 肝癌 女性乳癌以及口腔癌 排名跟96年一样 而男女性癌症第一名分别是肝癌以及乳癌 这次统计还发现 平均每6分35秒就一人被医师诊断是罹患癌症 比96年的6分56秒缩短了21秒 另外从癌症死亡风险来看 整体来说 每8人就一人死于癌症 卫生署进一步还发现 每6个男生就有一人会死于癌症 远高于女性每11人就一人死于癌症 这个数据比新加坡 美日韩等国家来得高 显示癌症对于国人健康以及生命危险越来越严重 最主要的 包括我们男性的这个搅槟榔喝酒 以及还没有完全戒除的抽烟习惯以外 我们的饮食稀化 肥胖 缺乏运动 是国人最大的威胁 国舰局引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初步研究资料 证实肥胖者容易罹患癌症的论点 除了提醒国人要多运动外 最好戒烟 戒酒和戒槟榔 才能够远离癌症的威胁 记者沈小青 谢麒文 台北报道 昨天我们报道有一名大陆的民俗医疗专家 来台湾推广拍斤 这个拍打 还宣称曾经让糖尿病患不必吃药病就好了 台北市卫生局经过调查之后 认为他违反了民俗疗法 不得宣称疗效的规定 先罚他新台币5万元 调查结果确实违反了医疗法第84条 就是非医疗机构不得为医疗广告 那它是以民俗疗法的方式宣称疗效 所以我们以84条的违规 除以5万到25万的罚缓 卫生局认为这名大陆人士肖红慈 没有中华民国医生的资格 也不代表医疗机构 却在公开场合宣传民俗疗法 内容也涉及医疗效果 已经违反了医疗法 但因为他是出犯 所以先罚款5万元 如果继续再犯将加重处分